你只要在这个最差的大限十年没有翻转 你就会向下沉沦 但是人很贱 有这种命格的人 做他的家人最倒霉 因为他永远都怪别人 所以他的命运才会向下沉沦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挥斗书的上课精华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如何掌握你命盘中 运气最差的这个十年 每一个都有 无论你的命格多高尚 你都会有最差的十年 那如果需要拼搏的人 像显经这种命盘的人 那你如果没有将这命盘最差的十年 经过调整翻转你的人生 那命运都是像流水一样 自动的向低处流 那你就会向下沉沦三十年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操作程序分享 这很重要 这在开灌人事里面也特别提到 是指挥斗书同步断节里面 非常重要的公式 今天按照程序分两路进行 第一路就是顺形印的该怎么解决 第二路就是逆形印的该怎么解决 注意你要检查你的命盘 有这种现象的 你就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操作 没有这种现象 那恭喜你 你好好的打拼 你一定可以成功 来第一步要检查的就是 你有没有命运三代的格级 这在开灌人事里面特别的强调 第一条公式就是命工化际进入腹脊线 命工化际进入胸有线 这是你这一生自己的想法跟行为所造成的 这叫做自作内不可活 你怪不了别人 你这人生现在无论是青年 中壮年老年 有这一条公式的人 你都要去检讨自己 千万不要检讨别人 更不可以怪别人 但是人很贱 有这种命格的人 做他的家人最倒霉 因为他永远都怪别人 所以他的命运才会向下沉沦 第二条公式 官路工化际进入腹脊线 胸有线命迁线 这三条线也叫命远三代 我特别对这样的人都希望他能够强大起来 因为这不是他造成的 这是他的印途造成的 所谓的印途就是你会承接了 你的祖辈的阿公阿嬷辈的 你的父母辈的 你的妈妈母系家族辈的业力因果债 造成你的印途跟你的工作不顺 因为你工作不顺 你无形中就会影响到你的家庭 感情婚姻 这是必然的 因为官路工化际 忽观线 你想想看忽观线 就是夫妻工跟官路工这条线 所以你的感情波动不已 有的人一直换 一直换 跟工作一样 换办理 换朋友 就跟他换工作一样 这个叫做什么 命远三代 了无几时 你在这一代没有努力的给他终止代代相传 那么你还会命远三代 像我碰到这样子的人 我都告诉他 你这一生你没有终止代代相传 你最好不要再生小孩子 不要再遗害到下一代 这个讲话虽然比较激烈一点 但是是一片真心向明夜 看命理网人就两种人 一种就是要向自己的命运拼搏 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向上 第二种就是要疏通化解 希望将来可以自己担任命理老师 在帮别人排忧解难的过程之中 疏通化解自己累劫转世的业力因果债 尤其是祖辈的 这个阿公阿嬷辈的 父辈的父系家族 母系家族 这里不疏通化解 你只要在这个最差的大线十年 没有翻转 你就会向下存伦 好来 我们接着跟各位简单的分析 先看顺形印 比如说这个案例一 它是一个女性 它的命宫在这里 它是顺形印 这个二到十一岁往这边走 看这个极色的 那命宫在这里 它的官入宫是极竿 官入宫的极竿 闻起化解在迁移宫 迁移宫就会冲命宫 这一条叫什么现象 官入宫刚才讲过 官入宫的话解会在腹极线 会在胸有线 会在命迁线 这些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做专题来跟各位大家分享 现在先做官入宫的话解 如果进入迁移宫 聪命宫 那么他这一辈子都会受到 他的运途跟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那你说这个压力是好或不好 当然好 因为有压力你才会向上攀升 他在练大学十二到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考进公家机关 因为你就考进公家机关 你才能够翻转人生 因为文启 文启就是科考之星 一化际 化际就是流露街头 就是书读很多流露街头 科技不上 还好他这个迁移宫是心肝 心肝 迁移宫是心肝 那心肝还可以让文启怎么样 制化科 所以只要能够碰到贵人 那么他就可以翻转人生 非常幸运的 他在进入父母宫这个大县的时候 有没有 父母宫这个大县的时候 心肝的文启制化科 就是什么 交友工 这个大县的交友工 交友工就是长官 或者是老师 他在这个时候练大三 我就告诉他 因为我年纪大他很多 我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赶快参加国家考试 幸好他练的是英文系 所以他在大三的时候 在我的辅导之下 他就考进公家机关 你看一考进公家机关 就在这个大县就开始翻转人生 那一路一直走 走到这个大县 他现在走这个大县 那操作工事 我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按照自己的命盘讲 你看顺行印第二大县进入父母 你看第二大县进入父母 那么这个冲工 有没有 这个冲工 冲命工 就会成为大县的什么 兄弟位 兄弟位表示没有成就 所以书读的不是很好 这必然的 能考上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这都是要经过替代方案的布局 如果你的官路工 大县的官路工有救援 那又另当别论 所以命言三代为什么这么重要 不会读书的或者会读书的 你家里如果有会读书的 就可以拉拔你 那不是又上气了吗 你家里全部都不读书的 那一样嘛 你一定受到家族的影响 这是必然 叫代代相传 OK 好来 接着我们看第三大县 如果进入第三大县 第二十二到三十一岁 那么他的冲工 就成为大县的夫妻工 看到没有 二十二到三十一岁 成为大县的夫妻工 这个时候就会失业导电 还好他进入的是政府机关 就稳住了 就这样子 就替代方案就这样 如果没有替代方案 从这里开始 那么他一路就开始 失业导电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第三个大县 这个第三个大县充公成为 有没有 文启的充公成为 大县的夫妻工 失业导电 离婚都没有好结果 那这个大县 就变成他的人生运气 最差的大县 如果翻转了 他的人生就整个向上翻转 后来他的婚姻各方面 但是这种人 也一定会结婚 会嫁到这种离婚隔继的 所以一路都在调整 调整到这个大县 小孩有产 婚姻关系也稳定 这个就是董子维 董素同步断结 你要怎么样去调整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公开版 先简单介绍 我们进入完整版的时候 会有公式详细操作 详细操作 很好的 FN 靓 EU Pong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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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